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实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 现在开始 我是小虎 我是小雅 知道吗 人机大战 今天终于打完了 人类被打败了 是啊 1比4 二发狗赢了 下次正道会不会打来中国吗 反正中国的围棋手 柯杰说了 你来吧我不怕 不是我怕呀 其实我觉得人是最厉害的 因为机器人是我们造出来的呀 我们想造什么就造什么 那给我换一个机器人姐姐吧 那我就可以用遥控机来指挥他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刚才还借你水彩笔了 后宝哥对我放了一个屁 弟弟 你现在对我不好 你长大了 你会后悔的 我才不会后悔呢 我跟你说啊 一个浙江的阿姨 四十多年前 偷了小学同学 一毛钱 买吃的 但后来呢 他当时没敢承认 四十多年过去了 两个小朋友 都成了阿姨了 偷了钱的小朋友 不不不阿姨 他拿了一万块钱去盗窃 那是多少钱呢 反正比一毛钱多很多很多很多钱 不人家没收 原谅了他 比偷是不对的 但是他已经知道错了 先好吧 原谅他了 儿童新闻波还再继续 下面这个小朋友和他妈妈 就不能原谅 对竟然放鞭炮 在青岛的 六三二六五公共汽车 一个三岁左右的小朋友 竟然在车上放鞭炮 那是什么炮啊 说是杀炮 什么炮都不能在公共汽车上玩吧 最重要的是 他妈妈只顾打电话 不管他 最后司机又请他们下车了 他妈问一个被打屁 儿童新闻波就打 到这里 我是虾亚 明天见 我是小虎 拜拜 啊 安藤新闻联播 让宝宝加油 安藤电台 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 敲包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